想要准确方便地描述 尼尔人工生命V1.22到底是什么 实在是不太容易 考虑到尼尔系列本身也从来不宜简单沾边 这也就很好理解了 尼尔人工生命V后面一堆乱码 是以2010年发售的尼尔日本特供版为蓝本 加入了更年轻的主角并大幅提升了画质 战斗系统也跟上了尼尔自动人形 所树立的白金工作室标准 并为所有的角色都提供了配音演出 让游戏世界变得更加鲜活 显然这比一般的重制游戏水准要高上许多 另一方面呢 它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让人找回了十多年前游戏的感觉 我已经在尼尔人工生命V1.22上 花了16个小时的时间了 尽管我并不能过多透露有关信息 但如果你是原版尼尔或尼尔自动人形的粉丝的话 这部作品也一定合你的胃口 如果你不是系列粉 那这部作品会是你入坑的绝好机会 在原版尼尔中 战斗可以说是一大亮点 但是比起尼尔自动人形里的剑舞与弹幕 就显得有些更不上时代了 尼尔人工生命V1.22 在动画演出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这让本作的战斗与自动人形不相上下 两种攻击模式的基础战斗系统也被保留了下来 既可以连点攻击使用连击系统 也可以长按攻击进行特殊攻击 以达成破防或AOE效果 简单来说就是将动作游戏的战斗系统移植到了角色扮演游戏中 虽然游戏的战斗动画十分华丽 但是却缺少白金工作室其他作品动作系统中常见的广度与深度 真正让尼尔人工生命的战斗出彩的是堪称经典的白之书 它是作为玩家魔法攻击源头的魔法书 魔法攻击种类繁多 玩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咒炎发动 精心设计的快捷菜单也能让玩家通过四个尖键 迅速切换咒语和技能 尽管有许多重复的敌人 但是尼尔人工生命至少通过排列组合做出了许多不同的情景 游戏过程也是惊喜不断 在3D视角 2D视角或者顶部视角之间来回切换时 有时甚至能做出各种超出系列规则的操作 我实在是不想剧透这方面的内容 但是如果你玩过原作的话 可能会明白我所指的是什么吧 如果没有玩过原作 自己去体验一下其实也不错 我唯一能够透露的部分是有关垃圾堆的部分 操作矿车躲避弹幕的同时 还要清理墙面上的炮塔 这份场景的设计相当出色 游戏中提升最大的部分或许是视觉效果 原版尼尔在人物建模做得很好的优点 在新版游戏中也保留下来 但是原版中的场景与环境可以说是大而无误 这导致游戏看起来缺乏细节且粗糙 不过新版的画面就十分优秀了 不但绘制距离大了许多 也让各个地区的美术风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这些就是目前我能透露的全部内容了 对于一个游戏来说 获得两次机会十分难得 尼尔自动人形的成功 也让初代尼尔能够找到知音实在是太好了 尼尔人工生命V1.22 将于4月23日在PS4、Xbox One和PC平台发售 想要来解更多游戏相关资讯 敬请关注IGN